交接硬性 從代理部長姚立德手中接下硬性 中研院院士前東華大學校長吳茂坤 在一坡坡質疑聲浪中 正式上任教育部長 很意外的我叫到賴院長的聽話 我就問他為什麼找我 他說我們希望找一個科學家 因為教育 其實我們要教育的是 我們的年輕人我們下一代 他能夠養成能夠明辨是非 能夠實事求是 從街道習政院長賴清德征詢電話 到上任只有短短幾天 但吳茂坤的爭議就像連環炮 一件一件爆發 被指控曾到中國大陸當顧問 神隱了好幾天直到出任這天 終於上火線澄清 我跟中國沒有所謂合作 我都是去交流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天任過教職 我跟他沒有任何的所謂的 這個你剛講的 應該是承擔任何的職務 這是絕對沒有 如同先前聲明稿所言 強調只是去大陸交流 絕對沒有接受任何職位 只是他要處理的燙手山芋 不只是自己的爭議 還有延宕好幾個月的台大校長 管忠敏人事案 下禮拜我們會把這個 執行小組會議的第二次召開 召開完以後就有個結論 在前部長潘文忠任內 為了卡管案特別召開跨部會小組 吳茂坤接手後表示下禮拜 應該就會有結果 雖然風光舉辦交接典禮 吳茂坤笑得很開心 但接下來的重擔 恐怕讓他很難再笑出來 懷疑新聞 柯黃明 張哲豪 台北報導